想問一下全哥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有藕包的人嗎 沒有 沒有 那你之前在球隊裡面是屬於一個 比較嚴肅的一個選手嗎 也還好耶 也還好 但是因為我是記者嘛 所以過去我採訪你 我會覺得說你可能會比較嚴肅一點點 我是比較安靜 對比較安靜 但在什麼樣的契機情況之下 讓你比較有這種活潑的態度展現 還是其實本身是悶燒的 只是那個蓋子被打開 有可能吧 有可能 誰打開的 沒有啦我覺得就是 時代變遷 時代變遷 說到了時代 你知道魏全龍就是回來了嗎 那個時候就有在討論說 許總日到底是誰要舉辦 你覺得這一題你怎麼看 我覺得誰辦都好 只要能把這個 這個比較有紀念意義的東西 一直傳承下去 我覺得誰辦都可以 對啊 我覺得也是傳承的這個意義 就是一個傳承這樣 象徵性比較重要 當然說到傳承 你現在跟就是 對上年紀最小的選手是差幾歲了 差大概 一輪 12歲 13歲的都要 有18歲的 19歲的 你知道如果不在球場的話 他們見到你可能要教叔叔嗎 我知道啊 因為蠻多都聽到就是 學長我從小看你打球長大了 你一開始聽到這個 我覺得啦 正常來說從小 就是看你打球 或是看你播新聞這種 一開始聽到會蠻開心的 對啊 當你就突破了某個 就是年紀的數字之後 你聽到這個會說 閉嘴 會不會 我現在是還不會啦 就先瞪他一眼 但是只會說 蛤 對 30好幾了耶 對 就這種想法 但你還是維持巔峰嗎 現在 要在打了一棒10年 超過10年 11年了嘛 要在打結局上面 就打者部分 維持三成打結局 這很不容易耶 你有把這個 就是視為你一個生涯的目標嗎 所以到退休之前 我就是要把我的打結局 就是維持每一年那個三成以上 這是我的目標 終極目標 對 還有沒有其他的目標 說實在我也蠻想要 就是 就是完成兩千安兩百轟 然後 想叫做俱樂部 對對對 然後 30到就好了 我覺得 我剛剛前面聽到 兩千安兩百轟 我覺得 他來說完全不是一個男士 因為他在新人年那一年 我就覺得傻眼了 怎麼會這麼強 然後就一直很強很強很強 很強到現在 但是30到 我現在百到也在倒數了啊 你自己對於就是 那個紀錄啊 你會很注意嗎 因為有些球員 像我之前訪問高志剛的時候啊 我就把他的那個生涯數據 唸出來給他聽 他說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其實有很多 我也都不知道啦 只是有些 比較特殊 或比較大的紀錄要 要達成的時候 都是 老婆跟我講 不然就是一些 熱心的球迷跟我講 對啊 就像 我剛剛講的百到 還有70幾次 我也 最近才知道 70幾次也是一個蠻 對啊 這樣跟人家講說要百到 對於到雷來說 好啦 我們就可以計算那個 就是到雷的比例 比例嘛 如果說你10場比賽 有一次到雷的話 這樣應該要花 數學好的人幫我算一下 我現在上課才 我數學超懶 對 對於你來說 如果說大來奇心 你有這項紀錄即將要完成的時候 會是一種壓力 還是一種注定的 我覺得 其實 大紀錄要產生的時候 都不是壓力 都不是壓力嗎 我覺得那 要去挑戰那些大紀錄的時候 反而是興奮 興奮的 就每次上場打就說 齁齁齁來了 對 打出全類的 你就是 因為 這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一定會完成 但是你會覺得 當下如果 在什麼樣的情況 譬如說 喔 現在球隊輸球 然後我來完成這個紀錄 又剛好贏球 拿MVP 你就會有很多想像 你就會很興奮去想要 趕快去完成這一項紀錄這樣 每次要挑戰紀錄就是會 腎上腺素會突然激增 說到那個戰績的部分 剛好你們下半季 腹幫的戰績慢慢的開始起飛了 有沒有什麼樣的關鍵因素 讓你們的球隊 不管是氣氛啊 或是什麼 有出現一些化學效應 你覺得 轉變點在哪裡 跟上半季大家看台的我 好像不一樣的球隊 腹幫2.0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種化學效應 那時候是 總教練跟我們講說 他 用NBA的一個球星 然後來跟我們講說 很會射籃的射手 他必須要有很多人幫他助攻 讓他拿得到球 他才可以射籃 可以投三分球 所以是因為 這樣的東西告訴我們說 其實 每一個人上場 他都要扮演很多角色 壘上有人 但是我現在 就算我沒有打安打 我一樣要助攻 我可以 護送下一個 跑壘員 到下一個壘包 那這樣的話球隊要得分的機會 是不是 就更高 對 就像剛剛我們打電動一樣 你的手臂員沒有人在幫你啊 對啊 雖然我一直短打 但是你手臂好 他也是 他居然想要用短打贏的這場比賽 這樣我也太沒有面子了 我本來想說我用短打 用那種出奇不異的戰術 你應該就會輸我 後來我也打得到啊 我其實一開始有嚇到 你用短打然後居然還上了 而且還攻陷一二雷 對啊 整個嚇到 我們就是用球場上的那種 臨場 臨場的表 臨場反應 對 來玩這場遊戲 可是好像 你的加油團感覺也沒有在幫你了吧 沒有沒有 幫到嗎 沒有沒有在幫忙 沒有在幫忙 他只是在一直按我的按鍵 害我打不到球 上次我跟泰山就是在錄節目的時候 就發現他有帶小朋友一起來參加 他的小朋友現在是比較穩定 因為比較大一點的 他說他每次跟小朋友玩 他其實不知道自己要玩什麼 所以就還是跟他們玩棒球 你自己會這樣子嗎 呃 我是很想要跟小朋友玩點別的 可是他們就喜歡玩棒球 比方說怎麼樣的棒球遊戲 嗯 手套嘛 球 球棒 這是基本的裝備 那 像我現在 我那個小男孩 他就是 很愛打棒球 很愛 很愛 沒有人教他 他就自己 要拿左手的手套 知道爸爸怎麼虧棒 然後他就自己去看 自己去模仿 所以他是右撇子啊 但是他全部都左打 你是不是灌注他一個左打 或個左投會比較有錢賺的 就多五萬嘛 沒有開玩笑的啦 才多五萬喔 美金耶 但你會真的認真的想要 把他培養成一個 跟你一樣的選手嗎 有這樣的想過嗎 幻想過 畢竟你的詞跟漫畫應該蠻多的 其實不會啦 我還是要 你想要打棒球嗎 我想要看他自己的興趣啦 不會勉強他 他想要玩什麼 就盡量陪他玩 我還是一看本的說法 你喜歡打棒球嗎 你以後想要跟爸爸一樣打棒球呢 你只要完成某些紀錄啊 老婆就會送你一些何康 你們是不是之間有達成什麼樣的默契 其實沒有啦 其實真的沒有 有時候只是一些 開玩笑的話語 就像 有一年 有一年我們剛結婚 然後準備要有小孩 那時候我就 突然看到路上我就說 老婆我好喜歡這台車喔 他不會買車給你吧 然後他就說 好啊等你拿五個獎 等你拿五個獎 拿到年度MVP 我就送你啊 這門檻其實蠻高的喔 很高啊 結果誰知道他話一出 我那一年真的拿五個獎 MVP 我就說 有一天我們在吃晚餐的時候 我就說 欸 老婆你還記得我們 年初還沒打的時候 還沒 開啟比賽的時候 看到了那台車嗎 你答應過我什麼事情嗎 他就說 蛤有嗎 有這件事嗎 他就裝傻 然後他就說 好啊不然你今年再拿六個獎 MVP 我真的就買給你 結果隔年真的拿六個獎 真的 口袋就默默的就是掏出來 對 到見底 沒有啦也沒有換啦 就只是說他好像就是一種 激勵你的一個方式 激勵我的一個方式 但是其實他也知道 因為說實在的金額也蠻大的 真的只是開開玩笑而已 但是你的金額 我覺得跟那個獎項就是 只是說他會用這樣的話語 讓我去 每一年每一年都想要 不斷地再追求不一樣的目標 然後 讓自己的紀錄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成績上 可以再更努力 你反而是對自己的目標 沒有設定的過於明確 比方說我要打幾隻安打 我一定要拿到什麼獎項 反而是老婆給你這樣的目標之後 你才更有動力去挑戰對不對 對 因為那時候都會覺得 欸我如果每一年都可以 先抵達最低的門檻 比如說三成一百啊 先過這個門檻 等一下聽到沒有 逸權的最低門檻是 他的打擊率一整季要維持在三成 孩子們聽到了嗎 學長在這裡 要聽話喔 三成 其實我從第一 我從第一年 我從第一年打職棒 我就希望可以 維持在三 每一年就是最低 低空飛過也沒關係 就是三成 就剛好三成這樣也可以 對 這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 可是 跟老婆講的時候 她說 哪有對自己的設定的目標這麼低的 老婆戰鬥力很強 她很強啊 她說出一支手也會贏 哈哈哈哈 她出一支手 趕快 聽你將老婆生氣氣的圖 生氣氣的圖 欸我就要 真的就是 她 她知道有時候人會有惰性 一旦有惰性就會 就會 就會停滯了 對你就會停滯 可是你打職棒 每一年每一年都是不一樣的挑戰 嗯 既然說到之前 你跟老婆都有這樣子的激勵的機制 鼓勵的方式 那你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的禮物啊 想跟老婆講一下的 嗯 其實突然 問我 問我這個問題 我現在 頭腦裡面沒有 一片空白 對一片空白 你可以跟老婆講說 下次我要用一套那個電動 然後再來PK一次 哈哈哈哈 最新版的吧 最新版的 我是希望 最大的禮物就是 我們可以一起 把這個家庭弄好 然後 然後小朋友平平安長大 然後 各自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 然後都可以夢想成這樣 我覺得 這應該是我 我最大的夢想吧 我想問一下喔 你在當爸爸之前啊 對於生小孩這件事情 你有做什麼心理準備嗎 或者是 在有了小朋友之後 對於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生活上面 有沒有不一樣的轉變 我覺得是一個責任啊 嗯 你說 欸 在準備當爸爸之前 有沒有做什麼樣的準備 其實說實在沒有 心理建設呢 只是會去玩別人的小孩 就覺得 欸好玩 然後也蠻聽話的 可是 自己當了爸爸以後 兩個小孩 其實是蠻不聽話的 有沒有挫折啊 很挫折啊 為什麼 我們都會想說 因為以前媽媽 媽媽 我們還小的時候 她有當過保母 然後 就看她帶就覺得很適守 媽媽在帶的時候 她在忙 我們幫忙帶一下的時候 會覺得 欸小朋友很好帶啊 很簡單啊 天使 對天使 可是遇到自己兩個 他們是惡魔 有沒有 她現在這個年 有沒有 所以我們是惡魔 自然是惡魔 她只有睡覺的時候 才是天使 真的 欸這樣子兩個寶貝 會想再生第三個嗎 第三個 天使有病喔 完了完了 你看 是不是惡魔 招架不住欸 其實 我覺得 兩個就剛剛好 剛剛好 對啊 因為如果 我在生一個的話 五個人 那可能就真的 老婆 我的禮物就是 可能要換一台車 認真要換一台車 休旅車之類的 對啊 就是可以 賺滿一家人啊 哈哈哈哈 這是 心裡面的 真的忘了嗎 天啊天啊天啊 那個加油團實在太激動 那我們就準備要去出發 要去對面的飲料店 選購我們的飲料了 好 出發 但我蠻好奇的 其實 你從進入職棒 做為選手之後啊 蠻多的網路上的一些評論 你自己會去看嗎 我不看欸 你都不看嗎 之前 痾 之前會看一下下 但是後來 發現影響心情是不是 也不是說影響心情 欸 就是 講的差不多都是那些 所以就沒有在看 喔 就大家可能會痠的就是那些 比如說什麼 什麼手臂啊 重訓啊 那些對不對 對啊 天啊我這樣講好直接喔 哈哈 沒有啦就是 你今天表現不好 當然就是 你也不用去看啦 因為一定就是講你不好 對啊 當然其實就是結果論 結果論 你今天 昨天打不好 今天打好的時候 哇今天你又 你又回上天了 但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對一些網友的一些評論 一開始就跟你一樣 我可能會有一些在意 那後來就 隨便他啦 傍罪勞啊 對啊 傍罪勞怎麼辦 沒有啦 我不能這樣 得罪那些酸民 哈哈 因為有時候他們也會給寶貴的意見 寶貴的意見 那你有沒有看過什麼樣的寶貴意見 你覺得 唉唷還不錯喔 我忘了欸 然後就突然開始重訓 哈哈 好像也還好 還好 這件事情會對你是一個打擊嗎 就是大家在談論重訓這件事 其實還好啦 重不重訓這種事情是 我自己跟老婆決定的 所以 自己最清楚自己的身體的狀態 對啊 那有沒有一些小朋友 就是進來職棒之後 可能開始打個幾年 然後突然發現 他變得很憂鬱 你有沒有想要去開導他這樣的 這樣的狀況 其實有欸 有喔 有的進來打半季就開始憂鬱了啊 半季而已 學長都打了十一劑了 就是 可能 呃 小低潮啊 打不出來啊 失誤啊 就會開始 胡思亂想啊 鑽牛角尖啊 只是 這種東西 太多了 我們也是這樣過來 只是說 我們可以幫助他 然後 然後 就看 他自己的頭腦 腦筋 怎麼樣去做 轉換 如果轉換快一點 讓他 欸就想通了 對 讓他趕快 過去 往對的路走 那 他可能就很快就會走出這個地場 對啊 你戴著這個帽子 然後跟我講那個 蠻嚴肅的話題 我覺得 蠻反差的 我覺得 有點熱欸 有點熱嗎 欸人越來越多了 沒在怕 想要看更多的走竹體育課 記得 Animal運動吧 訂閱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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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